好咱们再看第四个案例 案例是某市区城市主干道改扩建工程 标段总长是1.72公里 周边有多处永久建筑 大家要看清楚 那么看背景的时候一定要 你看多处有永久建筑 周围环境复杂 那么临时用地少 也就对你的工地现场 你的因为用地少 所以说要充分利用 要有效利用 环境保护要求高 那么现状道路交通量大 那么对你的施工会产生很大的影响 交通造型 以及你的土方开挖外运 都会产生影响 施工时现状交通还不断行 那么本标段是在原城市主干道 主路范围内进行高架桥段 地面段 入地段进行改造 也就是说有高架的 有原维持原地面的 还有往下走的 对吧 那么包括高架桥段 地面段和U型槽段 和地下隧道 U型槽段呢 就是上面没有盖的 那地下隧道呢 就是上面就是有盖的 是吧 那么各工种的施工作业区 设在围档内 做了围档 那么临时用电变埃器呢 可安放于图4缸1中A和B的位置 那么电缆辐射方式再定 这个关于电缆 这个变埃器的放置这个问题呢 其实呢 是有很多这个意义 那么它的题目呢 本身问的呢 也不是特别好 对于咱们实际施工过程中呢 对于A和B两个地方 实际上呢 应该都放 因为这是两个不同的施工场地 一个是做隧道的 一个是做什么呢 高架的 咱们实际施工中呢 这两个复合不同的两个工地呢 应该分别设置电变埃器 但是作为考试来讲呢 它的这个题目呢 我们理解呢 更应该是怎么样 在A和B两个地方选择一处 那么选择哪一处最合理 那么后边呢咱们会分析 那么高架桥段在洪水路 洪江路交叉孔呢 采用钢混结合梁的方式跨越 那么跨境呢 是37米加45米加37米 这什么意思呢 这个一定要搞清楚啊 既然研究真题嘛 这个涉及到的一些专业的描述呢 大家也要清楚 就是说 37加45加37是指的什么呀 它是有三跨 对吧 这一跨37 这一跨45 这一跨37啊 这个要了解啊 那么地下隧道段呢 为单箱的双室啊 单箱双室啊 B和框架结构啊 还有呢 明挖方式啊 施工 那么本段呢 地下水位较高啊 你知道哈 属于沪水地层啊 那么水呢 对咱们的施工呢 一定会产生影响 是吧 有多条线状管线呢 穿越地下 飞道段 那么需进行怎么样 拆改挪移啊 这就涉及到了一个 管线的调查和保护 咱们调查的时候 怎么调查呢 首先要看建设单位 给咱提供的资料 然后呢 再去找这个 相应的主管部门呢 去进行调研 然后现场进行踏刊 是吧 坑探 那么再将踏刊的信息 标注在图纸上 然后在现场做什么 标识 这就调查 那么保护呢 要建设单位要开什么呀 调查协调会 是吧 然后呢 要对管道呢 管线进行 拆疑 悬调等等的一些措施 那么现场呢 又有专人巡视 还要有什么呀 进行监测 再就是 又有应急预案 万事总有例外 又有应急预案 那么应急预案 咱们知道 又有哪些内容呢 又有组织 有人员 有物资 有设备 还要定期演练 这个是管线 好 那么维护结构呢 采用U型槽呢 敞开段 维护结构呢 为直径 一米的钻口关注桩 那么外侧桩间呢 采用高压全喷 直水帷幕 是吧 内侧呢 挂网喷江 那么地下隧道段呢 维护结构为 地下连续墙 及钢筋混土支撑 那么降水措施呢 采用直水帷幕 外侧设观察井 回贯井 还有坑内呢 设置管井 降水 配什么呀 清醒景点 辅助降水 好 这是呢 一个图啊 这个图呢 其实是对 现场的一个 状况的一个描述啊 那这里边呢 像A和B 这个地方是安装 什么呀 咱们的边缘器 那么A和B 应该安在哪呢 啊 根据这个实际的状况来说呢 啊 最合理的是 安装在B 第一个原因呢 是什么呀 这个A这个地方啊 受两个方向的干扰啊 它有可能会影响咱们的呃 边缘器的安全 是吧 那么B呢 只有一个方向的影响啊 第二个呢 就是作为咱们地下隧道的事故呢 它的用电量 要大于咱们的这个高架桥实际的用电量啊 所以说呢 还是以这个呃 隧道这个地方的为主啊 那么它的跨线的时候是怎么跨线呢 复线的时候呢 一般有两种方式 第一种方式是架空 第二种方式呢 是埋地啊 对于这个题目来说呢 咱们选择的方式呢 还是什么呀 埋地啊 因为架空是什么呀 因为交通量比较大啊 啊 难免会架空的时候会影响 再就是呢 作为这边是高架进行一个呃 焊接 所以说呢 如果是你架空的话 实际上对于施工呢 也会产生影响啊 这个呢 是根据这个图啊 能够知道的一些信息 好 那么在这个图里边啊 又出现了一些信息啊 你看这个呢 就是尾档了 对吧 这个呢 每口呢 有五盘一图 是吧 拿五盘一图 这个呢 要知道 还有就是呢 你看 处复要有洗车池 要有洗车池 有洗车池证明什么呢 证明咱有土方外运 对吧 而咱前面讲到了 中间呢 是不断交通的 而交通量又比较大 所以说呢 为了防止对周围 这个交通的产生影响呢 咱们的土方外运呢 尽量选择在夜间进行 啊 夜间进行呢 那么就要有一个什么呢 追放土方的地方 那追放土方的地方 要便于外运的话 咱们最合理的地方 就是放在 离出口最近的地方啊 所以说这个C呢 是放一个 呃 扎土的追放 那么 D和E 这两个地方 是干什么用的呢 啊 咱们知道哈 整个的一个地连墙的施工啊 他呢 大量的用到的材料呢 主要是一个是泥浆 一个是 钢筋龙 是吧 那么 火星土当然是 乘罐车的拉过来的啊 它不需要追放 对吧 那么对于E和D来说 哪一个放钢筋龙 哪个放泥浆呢 啊 那么 从道理上 施工方面上讲 应该E放什么 钢筋龙 啊 D呢 是做泥浆 啊 如果是因为空间 咱们前面 背景中也说到了 因为咱们的施工的场地较少 所以说呢 如果是你E 做成泥浆啊 那么你的钢筋龙 在往里转运的时候 就非常不方便 啊 非常不方便 所以说呢 C D E 这三个点 分别是什么呢 从这些 这个背景中 所提供的信息 可以推断出来是 C 是 扎土外运的 扎土的追放 然后呢 D是泥浆 E呢 是 钢筋龙的 这个探接追放场地 啊 好 咱们看一下问题 啊 第一个 在A B 两处 如何安放 这个 Di 啊 这个呢 说的呢 问题问的就非常含糊 他并没有说明 到底是A和B都设 还是 A和B只设一处 让你去判断 所以说这个题目呢 啊 问的呢 呃 但是呢 从咱们一般的 做题的这个思路 和初期的思路来说呢 通常就是让你选择 对吧 在A 或者在B 是吧 虽然现实中呢 A和B都可以设 但是呢 针对本题目的内容呢 咱们只能在A选 或者在B选 那么刚才的原因呢 给大家说了一说啊 后面咱们看这个参考答案 那么电缆呢 如何辐射呢 啊 也刚才也给大家分析过了 是吧 高价有高价的 这个困难啊 一般咱们都会 这种情况下 都会埋地辐射 啊 根据图二啊 接下连语墙事工时 CDE位置 采取何种设施 较为合理啊 这个也给大家分析过了 是吧 好 第三个 观察井 回观井 管井的作用 分别是什么啊 管井是什么啊 肯定是降水和树干的作用 对吧 观察井呢 是观察咱们的地下水位的变化 那么回观井是什么 咱们由于从 在这个降水的过程中 周围的建筑物啊 地下管线下边的这个 地下水位会发生波动 它发生变化的时候呢 可能会引起地表的沉降 地下管线的沉降 和周围建筑物的沉降和倾斜 所以说呢 咱们将抽出来的水 经过处理以后啊 通过回观井啊 再灌到咱们的周围的建筑物地下的 呃 这个含水层 是吧 那么保持了咱们呃 周围建筑物和地下管线下方的 呃 水层的一个基本的稳定啊 这个主要是为了保护周围环境的一个要求啊 这是它的一个相应的作用啊 那么第四个 本工程隧道积坑的施工难点是什么 这个呢啊 一定要去 既然是本工程啊 施工的难点 一定要从背景中去找啊 相应的来说呢 背景中呢 它怎么描述的呢 你看啊 是吧 周围有多处永久建筑 是吧 环境要求高 所在施工的啊 难度就大 对吧 临时用电少 它的场地的呃 这个利用啊 难度就大 是吧 现状路交通量大 是吧 对交通的影响大 啊 而且呢 交通的不断行 啊 还有呢 就是 它下面呢 还有什么管线 是吧 在管线施工的时候 你管线的调查和保护 是吧 要求很高 还有就是 它是 附水地层啊 那附水地层 对地下水位的影响啊 也比较大 这个呢 就是这个题目的 杂集的思路啊 那么 第五个 施工地连墙时呢 倒墙的作用啊 这个呢 就是背影 教材中的原文了 是吧 这个呢 也没有什么 因为本身咱们也对 倒墙的作用呢 作为一个重点的指点 给大家做了要求 这个答 呃 答出来是应该的啊 那么 第六个啊 目前城区 钢梁 安装的常用方法是什么 这个呢 有点难度啊 因为这个内容呢 呃 在教材中呢 咱们不作为一个重点 要求大家掌握啊 但是至少大家能够写出一种方法的 叫什么 叫支架法 对吧 好 那么针对本项目的特点 特定条件呢 采取哪种方式呢 咱们也采用支架法 好 采用何种配套设备进行安装呢 啊 因为是钢梁嘛 有一个安装的一个 吊 吊装安装的一个过程 所以说要有什么呀 启动机 配合 对吧 在核实安装 核实呢 啊 这个呢 是根据环境了 因为它的交通量大 是吧 而且不中断交通 所以说咱们尽量是在这个交通量最小的夜间施工 好 咱们看一下参考答案啊 首先在B处设置边缘器 且在边缘器四周呢 设置 防护盆啊 那理由呢 是本标段的钢混 结合粮 施工 钻孔灼装和高压悬盆装 施工 地连墙施工等 用电负荷呢 都不太大 故设置一个边缘器呢 即可满足要求 这是从容量上去讲的啊 那么 为配合埋地电缆施工呢 且高进U型 这个桃段和地下飞道啊 那么边缘器呢 应设置在B处 为确保施工期间的用电安全呢 边缘器的四周呢 应设置 防护棚进行防护啊 那么 对电缆的铺设呢 应埋地铺设啊 理由呢 是电缆线啊 沿进沿地面平明铺 这是要 要明确的 咱们一般这个地缆的铺设呢 就是两种方式 一种叫架空 一种就是埋地啊 那么 抬去埋地和架空的方式 但是呢 高架桥施工段的 钢混粮呢 施工的钢粮安装和 混凝土桥面的 胶筑呢 属于高处作业啊 那么电缆 埋地铺设呢 较为安全啊 防止之间的产生 互相产生干扰 而且呢 咱们为什么不架空呢 是因为本身这个地方 是一个交通量比较大的 而且不中断交通啊 防止咱们的车辆 对咱们的电缆造成损害啊 所以说呢 应该采取埋地的方式啊 这个这个刚才说的这个理由呢 也可以写上去 那么第二个C位啊 是什么呢 扎土存放区啊 就是为了到了夜间进行 这个扎土外运的时候啊 临时存放的一个地方 是吧 地区呢 是泥浆和沉淀池 是吧 那么E位呢 是钢筋加工存放厂 啊 这个呢 什么原因 刚才结合那个图呢 也给大家简单的说了说 啊 那么 第三题 观察井的作用是什么 观察地下水位 那么回观井的作用呢 是防止周围建筑物的沉降倾斜开裂 防止周围地下管线的沉降开裂 啊 防止地下水位的下降啊 核心就是防止地下水位的下降 造成地下管线和周围建筑物的一个沉降开裂 啊 那么管井的作用呢 它主要起到一个输干啊 呃 和潜水层的一个作用啊 就给这个机梗开挖创造一个干燥的环境啊 好 那么第四个啊 施工难点啊 这个刚才给大家要求了 一定要从怎么样 从背景中去挖掘啊 答案啊 这也是咱们这个施政答题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啊 那么第一个 基坑周围对周围建筑物有影响 对吧 第二个呢 用地极少 你看背景中说了用地极少 所以说呢 基坑开挖的难度较大 啊 第二个 再就是呢 需要保护周围环境 这个来源于什么呢 来源于是环境保护要求高 对吧 环境保护要求高 所以说呢 要保护环境 再就是 现状道路交通量大啊 而且不断行 那么 它对这个交通的影响就非常大 所以说咱们的渣土为什么要 夜沿外运呢 啊 就是这个原因啊 而且为什么咱们的这个电缆一定要 这个埋地而不能架空呢 也是这个原因 还有就是地下水位较高 属于负水地层 那么施工的时候呢 降水难度较大 是吧 那么 有多条线状管线穿越 那么对管线的拆改 保护难度较大 啊 这个呢 就是完全是通过分析背景 能够把这个答案一条条的去找出来 啊 这也是咱们通过练习真题 所要掌握的一个最最基本的技能 那么 第五个 倒墙的作用 有哪些呢 这个教材原文了 有挡土 第一个 对吧 第二个有基准的作用 第三个 承重 第四个是 存续泥浆 啊 当然它还有其他的一些作用 是吧 防止雨水进入咱们的这个 槽内啊 等等啊 第六题 啊 藏着方法啊 这个有点难度了啊 你能够写多少呢 写多少是多少了 是吧 自行式吊机 整孔 啊 架设法 即便就是你 从事这个行业的 你也未必然能够把它都写出来 也许你接触过某一种方式的 你知道啊 但是呢 我相信大部分人 大部分方式都没有接触过 是吧 门架 吊机 整孔架设法 还有支架架设法 这是咱们常用的 对吧 蓝锁 吊机 这个拼装架设法 还有就是呢 悬臂拼装啊 悬臂交注法呢 悬臂这个 施工方法呢 这个也是咱们 教台中已经做过详细的介绍的 当然它是悬臂拼装法啊 还有就是拖拉架设法啊 本工程用什么方式呢 要用支架架设法啊 那么 配套的设施呢 是启重机械 是吧 也就是咱们说启重机 适合夜间施工啊 因为它的交通量比较大 而且不断行啊 那么咱们教台原文呢 就对这些方法呢 有这个名为的这个描述啊 那么但是呢 本题桥梁跨境是37加45加37米的 跨境不等啊 跨境也比较大 所以说呢 而且跨数呢 也比较少 所以说用支架法 架设法是最适宜的 这个呢 也是通过背景分析呢 能够找出来 你适合哪种方法 真要是你要是不知道啊 咱们接受了 咱们教台中最强调的就是支架法 那你也要蒙也蒙上去啊 当然配套的设备 你应该能想到 是不是啊 咱们既然是钢梁 钢混梁 是吧 那么下边有个钢梁的 这个吊桩和这个安装啊 好 咱们再看最后一个案例五啊 案例五是某公司成建一座桥梁工程啊 那么该桥跨越山区 季节性啊 流水工啊 那么上部结构呢 为三跨式钢筋混凝土结构 那么重力是U型桥台啊 基础呢 均采用啊 扩大基础 那么桥面呢 铺装自下而上 分别是8厘米厚的钢筋混凝土整形层 然后是防水层 粘层 厚7厘米的粒青混凝土面层啊 那么桥面的设计高层 为99.630米 那么桥面的呃布置呢 如图无所示 也就是这个图 这个图一定要看的啊 首先呢 这个地方有个构建A 这个是什么呢 啊 咱们的桥跨和这个桥台将接触的地方 这个是一个伸缩装置 对吧 咱们知道伸缩装置主要的位置 一个是在桥台这个地方有伸缩装置 还有就是两段之间要有伸缩装置 那么这是呢 桥面的高层 99.63啊 呃 这是呢 咱们的铺装的厚度 你看啊 7厘米的粒青混凝土面层 还有粘层防水层 这两个厚度呢 不计 那么厚8厘米的整平层 这就是呢 整个的这个 两体的厚度呢 是80厘米 啊 那么如果是计算 这是呢 回填以后的这个高层啊 回填土的高层 90.18 那么这个高度呢 就能够计算出来 啊 怎么计算 99.63 减去这个 7厘米 8厘米 和80厘米呢 就是 桥 桥 桥两体的下 下端的一个高层 对吧 下端的高层 那么这个高层 减去这个高层就是 这个高度啊 桥下净空 高度 对吧 好 那么咱们再看啊 项目部编制的施工方案 有如下内容 第一个 根据该桥结构特点 施工时呢 在墩柱与上部结构 衔接处呢 有一个什么 施工缝啊 大家看啊 这地方有一个施工缝 好 那问大家 施工缝如何处理 这个是必须要知道的 首先 咱们这个下部的这个 桥墩呢 一定要 打混凝土达到强度 是吧 然后呢 进行凿毛啊 上面有剩余的这个钢筋呢 要进行除锈处理 是吧 然后呢 清凤润湿 再做浆啊 做铜水灰比的水泥浆 这是咱们施工缝 要注意的一个施工要求 好 那么上部结构采用 碗扣式钢管满膛支架施工方案 那么根据现场地形特点 及施工变道布置情况 采用杂土 对沟土呢 一次性进行回填 这个是明显的一个靠物 对吧 咱们知道啊 回填的时候 因为这个地方呢 回填后经整平压石呢 它将来作为支架施工的基础 支架施工的基础 那么一次性回填肯定不行 那正确的方法应该是什么呢 分层田分层亚 对吧 啊 那么对于用杂土也不行 土质不行 对吧 符合咱们第一承载力要求的土质啊 那么 它这个场地的高层呢 是90.18米 就是刚才咱们看到的那个图 这个地方啊 90.18米 好 那么对其上呢 进行支架施工 支架的立柱 放置在这个 20厘米乘20厘米的楞木上啊 那么支架搭设完成后呢 用土带进行堆载浴压啊 那么支架搭设完成后呢 项目部立即按施工方案要求的浴压载盒 对支架采用土带进行浴压啊 当然浴压的重量 咱们上课说讲到了 包括雇注物的重量 加上毛板的重量 再乘1.1倍 对吧 好 那么浴压的目的是什么呢 消除非弹性变形 是吧 那么检验咱们支架的这个安全性 地基的承载力 还有就是采集相关的弹性变形的数据 好 那么期间呢 欲较长时间大雨 场地积水 说明啥问题啊 说明你场地的排水系统不完善 对吧 造成了积水 那么项目部呢 对支架预压情况进行连续监测 数据显示 各连的沉降量呢 均超过规范规定 也就是说你的预压怎么样 失败了啊 预压不合格 预压不合格的原因是什么呢 那么一定在背景中呢 能够找到 是吧 第一个你看 杂土回田 一次性回田 不行吧 要分层田 分层压 那么再就是呢 进行 雨漆施工 进行土带 堆载 咱们这个用沙带是可以的 因为它透水 土带呢 如果是 经过雨水浸泡以后呢 它这个本身自重会增加 对吧 可能会超出了你本身 雨亚要求的那个 重量 那么还有就是呢 场地积水 遇大雨以后场地积水 证明你的 整个的地基处理的时候的排水 做得不好 这个呢 都是造成咱们 预压失败的一些原因 那么此后 项目部采用了相应的整改措施 并严格按规范 规定的重新开展 支架施工与预压工作 问题一 写出图五中A的名称 是吧 大家看到了啊 图五A是什么 深缩缝 那么第二个 根据图五判断 按桥梁结构特点 该桥属于哪种类型 咱们知道桥梁呢 常见的类型有哪些呢 第一个是什么 第一个是粮食桥 对吧 粮食桥呢 它主要是受弯 对吧 第二个是拱食桥 拱食桥主要是受压 那么第三个呢 就是钢架桥 那么钢架桥呢 它是介于粮食桥和 拱食桥之间 那么这里边呢 你看啊 它这个墩柱和梁框呢 是直接相连的 这种呢 是什么呢 这种呢 就是咱们的钢架桥 那么这个地方呢 你看啊 中间这一段呢 寄次于粮食桥 它受的是什么 受弯 而这个墩柱 柱角部分呢 它是一个 受压的状态 那么它可能会产生 水平反力 是吧 当然还有悬 悬挂桥和这个 咱们的组合体系桥 好 那么 该类型桥 受力特点是什么呢 它既受弯 也有水平反力 对吧 那么施工方案 一中呢 在胶柱 这个桥梁上部结构时呢 施工缝如何处理 这个刚刚给大家讲了 对吧 这个地方 施工缝 首先 它下边的 墩柱的混凝土的强度 要达到满足要求 是吧 然后呢 要进行怎么样 刀毛处理 上面的 钢筋的这个绣呢 要进行清除 还有就是呢 要清缝 要润湿 然后呢 再做浆 就是铜水会比的水泥浆液 这是咱们施工缝的 一个通用的要求 第四个 根据施工方案二 劣势计算 桥梁上部结构 施工时呢 应扎设支架的最大高度 好 这个呢 刚才给大家讲了 这给大家讲了 那么它的桥面的这个高层呢 是99.63 是吧 那它上面呢 有这样的一些铺装层 是吧 7厘米的沥青面层 粘层 当然粘层和防水层的厚度不济 那就不考虑它了 还有就是呢 8厘米的钢筋混凝土的整平层 再加上咱们的量体的厚度啊 就是量体的厚度 那么这个减去这些数值 就是咱们的量体下边 下边的这个下缘的这个高层 那么知道下缘的高层 减去咱们的 回天土的这个底面的高层呢 就是它的搭支架的高度 是吧 这个搭支架的高度 需不需要专家论证 要看搭支架的高度 是否大于8米 是吧 大于8米的话就要专家论证 小于8米的话就不需要专家论证 好 那么需不需要专家论证 咱们一会儿看看答案 计算结果是什么 好 第五个 是分析项目部支架 预压失败的原因 这就从背景中去找 是吧 第一个它是砸土回田 本身土不行 第二个一次性回田不行 要分层田分层压 对吧 第三 第二个呢 就是它有积水 什么 雨期有积水 而且它用是土带预压 土带预压 雨期一吃水 它可能会整个的 预压载荷的自重会增大 那么第六个 项目部应采与哪些措施 才能顺利的是支架 预压成功 那就针对你存在哪些问题 哪些原因 来选取相应的措施 好 咱们看一下参考答案 第一个 写出图五中的A的名称 是吧 伸缩缝 伸缩缝 第二个 桥的类型是什么呢 钢垢桥 那么 受理特点是在 竖像载荷作用下 梁布呢 主要是竖端 是吧 而在柱角处呢 也有水平反例 其受力状态 介于梁桥和拱桥之间 这个是它的一个特点 其实这个本身呢 也并不难 是吧 原来的时候 这个地方呢 主要是考选择题 那么现在呢 好多选择题的点呢 也都用来拿考什么呀 考安立题了 所以说这个呢 这种的变化 也是希望大家要特别关注的 那么施工缝的处理 如何处理呢 他说的是 旧混凝土达到规定强度后 那么先怎么样 乡间面要凿毛 并清洗干净 保持表面湿润 但不得有积水 铺20到25厘米 与这个混凝土呢 同配比的水泥沙浆 那么方可交注新混凝土 此外呢 交注新混凝土前呢 还应清除钢筋的乌锈 也就是清理干净 这个呢就是一个本身这个施工缝的处理的原则 这也是咱们整本教材里边通用的一个原则 好 那么第四个 支架最大的高度是什么呢 你看啊 99.63 减去 你看这一堆啊 0.070 0.080 这个呢 要把单位写上去 咱们要求是什么呀 为什么写上去呢 因为在背景中 它的单位是不统一的 是吧 为了防止因为这种单位的不统一 而造成了计算的错误 所以说呢 咱们一定要把单位 在你在写的过程中 如果你把单位写出来了 那你自然会注意到 它们的单位的不统一性 所以说就能够自觉的把单位统一到统一的一个米上 是吧 防止咱们计算错误 还有就是这些 再减去这些 再减去这个低面的高层 就是8.5米 那么8.5米是怎么样 大于8米 是吧 那么它呢 属于要进行 专家论证 作为专家论证 这个内容呢 也是咱们这个新版教材呢 进行这个改写 是吧 原来是87号文 现在叫37号令 31号文 对于专家论证 首先呢 要怎么样 变一个 专项施工方案 安全专项方案 那么在专家论证前呢 先要找这个 总监和施工单位技术负责人 进行审查审核 然后呢 再进行专家论证 那么专家论证完了以后 要找什么 施工单位的技术负责人签字 加改企业工章 那么再找总监理工程师 签字加改职业印章 这是咱们重要的一个变化 今年教材 一件教材重要的一个变化 也可能是今年考试的一个重要的方向 所以说这个呢 稍微的重点关注一下 好 那么原因 原因有哪些呢 支架基础采用杂土回填 且一次性回填 那么地基承载力 必然是差的 是吧 而且较长时间大雨和积水 是支架基础呢 地基承载力呢 进一步降低 这是从背影中能够分析出来吧 杂土 土质不行 一次性回填 回填的工艺不对 对吧 应该分层田 分层压 而且呢 你的整个的地基呢 这个排水的这个设施不完善 发生了积水 那么整个把地基全部都泡坏了 那么支架基础呢 未设排水设施 对吧 那么使它的浸泡性能下降 回填以后 支架达射前呢 未进行支架基础的预压 这个呢 也是在背影中没有描述 咱们就认为 有一个原则啊 答题的时候 只要没说 那就认为它没干 它没干 那就说明这是一个缺陷 是吧 那么地基 咱们这个处理完了以后 进行一个预压 那地基预压的时候 啊 要求是什么呢 它的目的是什么呢 就是一个是消除 这个非弹性变形 是吧 还有就是呢 检验咱们地基的承载力 啊 如果是不合格 那就要进行地基的一个处理 好 那么支架基础的地基承载力呢 那不满足要求 对吧 第四个 采用土带进行支架预压呢 这个呢 较长时间大于是土带中的土体含水量增大 土带重量增加 啊 实际预压的载荷超过了规定的预压载荷 这可能也是一个预压失败的原因 咱们要 咱们说的 呃 加上磨板的重量 加上支架的重量的1.2倍 而支架预压的重量是什么呢 是公主物的重量加上呃 磨板重量呃 1.1倍啊 如果是土的含水量增大的话 可能超过了大大的超过了你预压要求的重量 那么你的支架可能就承受不出这么大的一个载荷 出现这个预压失败的这个问题啊 这个呢 都是在背景中呢 都有所描述 你看啊 采用杂土对沟潮一次性回填 是吧 回填后呢 整平压石 并在其上进行支架施工啊 用土带进行对待 咱们这是一个原则吧 一直给大家强调 在这个做案例分 案例分析题的时候 每一句话 都可能与你的答案有关 所以说 一定要一字一句的去分析去解读啊 那么掌握了足够的信息 在你答题的时候呢 就能够游刃有余的把答案写出来啊 那么读背景啊 是一个大家需要长期训练的一个过程啊 那么你不要说你这个看一看一个背景啊 然后看一看问题 然后把答案写出来 这就算完成 一定要看看你的答案 和你的背景的描述 有多少关联性啊 你是否能够在你的这个背景中啊 答案中在背景中找到依据 如果找到依据 证明什么呀 证明你的答案 是接近于咱们的要求的答案 如果是找不到依据 那都是靠背书型的那种学习方式 基本上你在实证考试中是处于不利的这个地位啊 所以说咱们研究真题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锻炼大家认真解读背景的能力啊 这个呢 这个呢也是19年二件考试给咱们一个很重要的启示 按理题考试的内容越来越灵活 是吧 他的这个考试的内容呢 越来越接近于实际 接近于现场 那么在背景的解读能力对咱们能够通过考试起到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啊 很多题目啊 19年二件的题目 很多题目是什么呀 你不需要知道教材中说了什么 你只需要背景 知道背景中说了什么 你把背景中给你提供的信息 能够完整的把它解读出来 和问题进行结合 然后再找出答案来 就能够啊 拿到更多的分支啊 好 那咱们再看 出现了这些问题 对吧 造成了瘀压的失败 那么怎么才能够啊 采取哪些措施 能够解决这些问题呢 啊 那么首先一个就是 呃 排除场内积水 也就是建立完善的什么呀 排水体系啊 把场内的积水排除掉啊 应对咱们的语气施工啊 第二个呢 就是 基础的啊 换田啊 换良好的土 分层田 分层压实啊 在工艺上 要采取正确的方式 材料上 一定要是符合咱们施工的要求啊 那么 确保地基承载力符合要求 对吧 那么必要时呢 采用加强处理 或者是其他措施啊 好 那么 支架基础呢 设排水设施 不得背水浸泡 这也是一个方面 第四个 支架基础的施工完以后呢 支架搭设前进行支架基础的预压啊 刚才咱们讲了 如果是与他先不合格的话 那后续的工作都不能干 对吧 来检查支架基础的承载能力和沉降情况啊 消除他的呃 沉降 然后呢 来检验他的承载能力啊 当然在支架搭设的时候 咱们还要要求什么呀 还有搭设电板 对吧 还有搭设电板 那么支架要采用沙袋 形钢 或者水囊 进行支架的预压啊 不能采用土袋啊 因为土袋呢 本身是怎么样 如果是将过经过雨水淋湿以后 它的资重会增大 而沙袋呢 它本身具有排水的这个能力啊 当然了 现在呢 用的更多的是水囊 水囊的方式啊 它不受咱们雨水的一个影响啊 这个呢 是咱们结合背景中 它产生的一些问题的原因啊 然后呢 来找到它一些 答题的一些方式 是吧 那么对于咱们这个 18年啊 18年这一套全国件来说呢 它的这个难度呢 中规中矩啊 而且呢 全国件的据这个了解呢 通过的这个学员呢 还是很多的啊 考试的分值呢 考的也很也很高 其实呢 对于咱们学习来说啊 无非就是掌握几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呢 就是一定要打好基础 打好基础的目的是什么呢 就是应对咱们现在考试 难度越来越高的选择题 第二个呢 就是经过系统的训练 能够掌握相应的 案例题的答题的技巧 这个呢 是应对咱们的这个 越来越灵活 越来越思考的一个 案例分析题的一个 呃 变化的特点 所以说呢 呃 通过研究这些真题啊 通过研究这些真题啊 能够掌握这些基本的技能啊 对你通过考试呢 是非常有帮助的啊 那么18年啊 全国卷的一个真题解析呢 就给大家介绍到这儿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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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这儿啊 所以就给大家介绍到这儿啊